肖战在网上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,肖战莫名地与王一博有关。杨子留下了伤心的泪水。肖战开播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甚至还登上了多个国家的热搜榜,影响力首屈一指。 本身是很好的一件事情,然而却被一处细节带偏,肖战开播莫名其妙扯到了王一博。肖战开播对喜欢的粉丝来说,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惊喜,但是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来说,又是黑肖战的最佳时机,这已经是可以预料到的结果。 其实像肖战这样优秀,努力的艺人为何会受到莫名的攻击和抵制?客观来讲,确实和粉丝有一定的关系,一些非理智的言行往往会给肖战招黑,当然大多数时候粉丝们都是在反击,换句话来说,是被动的。 肖战开播却因为粉丝发现的一处细节,扯到了弟弟王一博,然后就被黑子加以利用,肖战是王一博私生粉,肖战主动卖服等,那么究竟是什么细节让肖战再次蒙冤受辱? 肖战开播扯到了王一博,粉丝发现了一处细节,奈何却被黑子加以利用? 其实像这种情况本身是可以避免的,放到以前是可以拿出来说的,但是现在还是应该回避。 并不是说肖战真的像黑子们说的那样,只是这样的小发现会让肖战承受舆论压力。 本身就是肖战代言品牌开播,肖战作为重磅嘉宾身份出场,这场开播和王一博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,没有必要因为所谓的小细节安排肖战和王一博。 好在目前的负面舆论成不了大气候,相较于肖战直播间的人气和登上多国热搜榜来说,不友好的声音真的太微弱了,这是大势所趋。 支持正能量偶像肖战,就像肖战说的那样哪怕是房颜跟屋顶把生活压得再低,但我觉得还是有另外一片天空的希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